去了一下观音桥景区 然后回来打包好行李 继续往前出发 下一站就色达了 继续往色达方向出发 骑上小摩托出发 今天艳阳高照 然后我们的心情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哟 在路上碰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哥 这是我们出发第三天以来 第一次碰到骑自行车的 然后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 然后我们决定在前面等着他 晚上大家可以一起扎个帐篷 聊聊天 哦 突然好想我们的自行车 又想起了我们骑的自行车 在路上的时候 今天没有骑多少 从那个观音桥镇出来 然后想找个地方扎营 因为昨天就吃了一个大亏 317一路上都没有合适的啥一年 所以今天遇到这边 这边属于是壤堂屑 然后遇到这边这个停车场 今天晚上准备在这录迷 怕再往前走 又跟昨天一样 搞到很晚都找不到合适的营地 刚好呢跟这个自行车 骑自行车的小哥一起 在这里也录营一晚 然后旁边呢就是317国道 还是风景优美 我们的窝搞好了 看排排座 今天晚上这里海拔是2008 2800多一点 晚上就准备吃一个 我带了一盒这个煲仔饭 晚上把这个吃 就不用去煮面那些了吧 然后这边的话 用水挺方便的 可以在他们家里面接 啊接水 哇哦 来看一下秦小哥这装备 他这装备100多斤啊 4个多包 然后你看这儿还有这么多 还有一个小背包 上面还要绑两个包 100多斤 西京小哥是广西人 他说他已经骑了一年多了 他是骑到东北那边 然后再转到这边 这一趟呢 他决定从317进藏 然后从318再回去 必须要点个赞 100多斤多 我就想起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 啊真的是太苦了 昨天晚上是下了雨 今天早上起来 东西都是湿的 全部在这晒 晒干了才能走 今天的天气 应该还好吧 估计应该不会再下雨了 好了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准备出发 射达方向 小哥他不去射达 我们就要分离了 就看到时候 如果我们走317在路上 还能不能碰到 嗯 准备出发 加油 告别了其他小哥 我们在路上 又碰到了一个推车直播的姐妹 因为由于别人在直播 所以不敢过多打扰 按了两声喇叭 结果在前面又遇到一个 骑着电动车 他是改成那种三轮车旅行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大哥吧 人家好像也是在搞直播 所以就没有去打扰 只是也是按了两声喇叭 喊了一个加油 现在已经进入了色达县的范围 目前离色达县还有100公里 是不是感觉很不一样 这个季节啊 草原上的花都开了 我们也正式从四川的 阿坝藏族羌族这周 正式进入了四川的 甘孜藏族这周 不得不感慨呀 进西藏的人才真的是很多 不管是317还是318 但是呢318可能是更多一点 然后就想起了曾经的自己啊 现在我已经是 鸟枪换炮了 所以 嘿嘿 我看这边 这个路上好多大师兄 天哪好危险呢 这些大师兄 别过来啊 反正不能攻击我 哎呦 反正土豆的旅行呢 就是没有什么故事了 我呢 现在就是相当于做自己的一个旅行纪录片吧 没想到到色达还有一些烂路要走 幸好我这个车我感觉那个减震还可以 但饺子那个小踏板就有点受罪了 它小踏板像这种路就颠得很厉害 快进色达的时候天空就开始下雨了 我们要赶紧赶到那个金马草原旅游服务中心 去买明天去武明佛学院的票哦 现在是到了那个色达县城 色达县城海拔是38007 然后赶紧到这个金马旅游集散中心这来预约 然后明天去那个武明佛学院的那个票 是30块钱一个人 他其实就是预约那个坐车的车票 然后明天再去武明佛学院 然后明天再来武明佛学院